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Redis 以及Redis的一些特性 那这节课呢 开始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下载安装我们的Redis 那在安装的过程中 我们主要讲解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Linux系统 以及如何在Windows系统下 来搭建我们的Redis 那首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Redis的官网 Redis.io 这是官方网址 在上方呢 就有我们Redis的一个下载 你可以点Download 来进行下载 那现在呢 Redis最新版本呢 是3.0.1 在下载之前呢 我们也要先简单了解一下 Redis的一个版本号 那像我们的Redis 约定的一个次版本号 就是3.home的这个数次 那基数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 非稳定版 偶数呢 是代表的是一个稳定版 那我们推荐呢 使用稳定版来进行开发 和在我们的生产环境中 来进行使用 那现在你看 我们就可以来下载 这样的一个稳定版本 你可以下载3.0的 或者是下载之前的版本 2.8的 都可以 那可以看到下方 它也会告诉你 如何来下载 那像在我们的Lineus下 直接通过VGate命令 找到对应的版本 进行下载就可以 下载完之后 我们进行解压 解压之后 来进行安装就可以 那Windows下呢 我也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安装啊 首先来基于 我们的Lineus操作系统 来进行一个安装 打开我们的虚拟机 那我这装的是 SantoS 6.6的 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呢 我已经下载好了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一会儿呢 重新来下载 在我们的User下 定一下 User Local 在这 已经下载了一个 Redis 3.0版本的 这样一个软件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删掉之后 重新来 重新带你下载一个 也可以 包括把这个解压之后的 也删掉 闭目录中这些内容呢 我们也一起删掉了 好 像我们刚才在 Redis 官网中看到的 直接通过 我们的VGET 命令 我们可以打开 直接来复制一下 这个命令就可以 比较简单 下载之后解压 接着呢 进行安装 下载原代码 进行编译安装 就可以了 稍等比较慢 或者我们直接来写 也可以 打开我们的命令 好 Redis 点 L 直接通过 VGET 好 打开了 接着我们来打开 download 下载一个3.0版本的 把它一复制就可以 那这个命令呢 一会儿我也可以给大家写到笔记里 把它拿过来 接着把这个版本 我们改成3.0的版本 它默认是下载最新的3.01的 但不是稳定版 我们下载3.0的灰车 它就进行下载了 也比较快啊 比较快 下载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进行什么呀 进行一个解压 接着进入它的 解压目录 进行安装就可以 好 让它下载 正好呢 我们把这个下载安装的笔记 给大家写一下 下载安装Redis 进入官网 它的官网是Redis.io 可以把它拿过来 进行下载 先是基于Linux Linux下载 安装Redis 接着下载版本 直接通过Vget命令 在这 通过这个命令 下载 接着解压 编译即可 接着呢 我们也会多一步啊 这是下载 直接下载 接着解压 进入到解压目录 编译 安装 好 应该看一下 应该下载完了 你看 已经下载完了 这样一个压缩包 接着我们可以把它拷费到我们的这个啊 user user loco 并下 user local 并下 放到这就可以啊 user local下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我们进入解压这个压缩包就可以 好 cd 解案完之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录 Redis 进行编译即可 这个过程也很快 因为我们的Redis安装的没有其他的一个外部依赖 就比较简单 编译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Redis的原代码中 找到一些这样的可执行的程序 我们可以通过MakeInstall命令 将这些可执行的程序 来复制到我们的User Local的BIM录中 这样执行程序时 我们就不用输入我们的完整路径了 好 等它编译完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安装 很快 在这来给大家写一下 接着再一个MakeInstall 把这些可执行的命令 放到我们的BIM录下来 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 比较简单 这样几个命令就可以 -xzvf 加上现在的文件名 应该已经解写完了 来看一下 还没有编译完 稍微等一下 那在Windows下呢 那在Windows下呢就简单了 我已经下载完了 一会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就可以 Local 在这儿 马上了应该 稍等 好 可以了 可以之后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MakeInstall 执行完之后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BIM录下 看到一些可执行的文件 那这些可执行的文件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先把它最小化 放到这儿 你看到有六个文件 六个文件 接着呢 这里边呢 还少一个什么呢 少一个 没有我们的配置文件 没有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们一会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 也拷过来 在我们的Redis的这个 安装目录下 使用我们的配置文件的 我们可以进入 LS 你看有Redis.configure 这儿 这就是我们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没关系 接着再看这里边 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我们的Redis.server 一个是Redis.cri 一个是服务器 一个是我们的客户端 那这个Cli呢 就是我们这个 Redis.server的一个 命令行客户端 那之后呢 我们在写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也是基于这个Redis 这个自带的这个客户端 来进行书写就可以 那接着看一下 在这里边 Redis.server的Redis.server 不用说了 还有是Redis.batmark 它是我们Redis的一个 性能测试工具 性能测试工具 在笔记中给大家写一下 好 再 并目录下 有一些可执行的程序 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Redis.cri server 这是Redis服务器 接着Redis.cri 这是Redis的命令行客户端工具 命令行客户端 接着再往下 有这样一个 Redis.banchmark 它是我们Redis的一个性能测试工具 还有呢 我们Redis的checkAof 它是我们的Aof文件修复工具 再往下 再往下 还有我们的Redis.com checkDone 是RDB的一个文件检查工具 这几个啊 这几个 还有一个需要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安装目录下 Redis.comf 是Redis 是Redis的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你需要来打开 打开我们的配置文件 VI一下我们的Redis.comf 需要首先改第一项 找到这 有一个 对 DAE MONI CE 默认是No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以我们的守护进程的方式 来启动我们的Redis 守护进程的方式来使用啊 把它改成yes就可以 你需要来先进行配置一下 yes 好 这是你安装完之后需要先进行的一个配置 给你写到这儿啊 将配置文件中的 将配置文件中的DAE MON ZIE IZER 这个默认是No 这个默认是No 改成yes 以守护进程的方式 方式 来使用 那接着配置完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来启动我们的Redis 你可以直接写成Redis Redis -Server CD掉 CD到我们的并不留下 Redis -Server 好 你看到了 已经启用了 启用这个服务器之后 你看 Running InStandalone Mode Pot 6379 PID 6531 那接着再往下 再打开 一个客户端 直接进入 CD到 根目录 user local 到里边的B目录下 Redis -Cli 你看 直接连接成功了 成功之后我们先简单的写个命令 Ping一下 得到Pong 或者写上一个 Echo King 看到King 证明已经可以使用了 那现在你看 已经启动了我们的服务器 包括我们的客户端 先简单用一下 一会儿呢 再来把这个内容给你写到笔记里 这是在Linux下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安装 以及配置 那在Windows下呢 就简单了 一会儿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直接可以下载这样一个Windows的客户端 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在这儿 这个软件呢也会发给大家 在G盘下 最新环境里 已经下载了Redis Redis相关的这个购户端 在这里 那我们使用的是2.8的这个版本 2.8这个版本 解压之后就可以 解压之后我放到了外层 在这儿 G盘下 Redis 64位的 看到这里边呢 有这样一堆的内容 一堆的内容 其实呢 这是我之前做测试的 里边保存的这个RDB的文件 可以删掉 没有关系 现在来看 解压完之后有这么几项 那有的时候呢 你下载的可能是Redis 默认的是Redis掉 Windows掉 Configure 你可以把它重命名成Redis掉 C1F当作的配置文件 里边呢也有一些选项 那你看到这几个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都是干嘛用的 我们比较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Redis server 和客户端命令行工具 Redis-C1F 那接着我们来 如何来启动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直接到G盘 cd.redis64 接着Redis-Server 默认启动 你看 同样的也是 同样的也是 已经启动了 启动之后 我们再以扣端来连接它 cd.redis64 接着写上 Redis-CLI 你看也可以了 127.0.0.1 在6379端口 你也可以拼一下 得到Punk Echo一个 HelloMath 证明它已经 可以使用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Windows下 就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那之后呢 这两项 你可以基于我们的 这个虚拟机中 以后来写我们的这些命令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Windows下 和在这个Linux下 效果是一样的 通过我们下载 这个Windows版本的 这个客户端 也可以来使用 那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基于这个Windows下 来写这些命令了 好 那接着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启动 启动 刚才已经写了这些命令 给大家写个笔记 如何来启动 和停止我们的Redis 那启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启动 看我们刚才直接写的 Redis-Conserval 就启动了 第三项 启动和停止 Redis 那启动呢 我们可以直接启动 直接启动 启动我们的服务 Redis-Conserval 那这种呢 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默认的配置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 在启动的同时 来指定一下 我们的配置文件 因为如果你要修改了 配置之后 你可以通过Redis-Conserval 接着指定一下 我们的配置文件 像我们在Linux中 我们可以再打开 我先来推出一下 你在启动的时候 可以通过Redis-Conserval 来进行启动 这边呢 已经败了 你看到 已经败了 因为我在这 敲了一个 SATA档命令 已经退出了 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那接着 你在启动的时候 可以这样来 Redis-Conserval 直接启动 它是以默认的方式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 以指定的配置文件的形式 来进行启动 你可以把你这个配置文件 移动到我们的ETC下 也可以 在我们的默认安装目录下 你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一个Redis-Conserval 你可以把它拷贝一份 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的ETC下 CP Redis-Conserval 到我们的ETC下 我之前已经拷贝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ETC下 就已经有了 有我们的Redis-Conserval 找到啊 Redis-Conserval 当作我们的配置文件 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已经 刚才改了一个 以守护进程的方式来使用 你看 已经修改了 改成了yes 没问题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CD到user下 local下的 B 接着Redis-Server 以ETC下的这个Conserval 以指定的配置 Redis-Conserval 来启动 也可以 启动之后 你在这边再来连 你看一下就可以连了 Redis-Conserval 拼一下 得到了结果 没问题 也可以 那现在呢 你来看 我们就可以 启动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 指定配置文件 来启动 也可以Redis-Server 来加上你的配置文件 Redis-Conserval 那我是把它放到了 我们的ETC下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可以直接启动 使用默认的方式 也可以以配置文件 来启动 那停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写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 停止 Redis 直接写上一个shutdown 就已经退出了 那接着呢 我们Redis接到shutdown命令后呢 会先断开 所有客户端的连接 然后根据我们的 配置 来执行我们的持久化 那这个持久化这一块呢 或者配置这一块呢 之后我们再看 配置简像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介绍的到 这是一种方式 来停止我们的Redis 那你也可以通过 结束我们的Redis进程 刚才看到了 它的一个进程 结束它的进程 也可以 两种方式都行 结束 Redis的进程也可以 那在我们的Windows下呢 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敲一个 shutdown not connected 接着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已经by了 Redis is now ready to exist by 已经结束了 同样的 那你在启动的时候呢 也可以Redis -server 指定一下 我们的 C1F Redis - C1F 来进行启动 on pot 6379 那在连接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的 写上一个 Redis -C1F Redis -C1F 你看连接成功 拼一下 已经通了 得到的响应 砰 那这是我们 敲完一个命令之后 得到的一个状态回复 那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 我们Redis中 常见的几种状态回复 因为在刚开始 学我们的Redis的时候呢 你会可能看到错误 可能看到结果 也可能看到 像这种状态回复 像paw 这样的状态回复 也可以 那这节课呢 简单带着大家 来进行一个下赛 包括安装 我们的Redis 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Redis中的这些 常用的状态命令回复 包括我们Redis 配置文件中 你需要了解的 一些配置选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